隔壁田的草 隔壁田的草 可能已經長得比市家樹還高 怎麼都沒有人在管理 一年多沒有噴藥 不敢跟你講 草是農民的敵人 你不要當朋友 甚至有的指責我鼻子指責 都有 就是說你不應該這樣子 你去做一件 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事情 你是瘋子 我認為是對的事情 就一定要想辦法去 證明我的堅持是對的 2016年10月中 寒露時節 清晨六點 天才蒙蒙亮 空氣還夾帶著幾分涼意 回鄉務農的年輕農夫李俊怡 早已盥洗完畢準備上工 所以讓你去吃飯 對我的甜度 也繼續進去 從這裡 想要了幾分 可以隨時 你只是拿著 一架 招待 你 真是 那一個 走 第一個動作這個就是幫它套一個蔬果網 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它可以預寒 然後不會被這個紙袋摩擦到 保護它的外皮 現在這個動作就是套它的紙袋 那這個紙袋最主要去防範的就是 我們這邊的東方果實雲 去叮咬它的外皮 通常我們一般判斷就是它的中果期結束 準備要進入大果的時候 進入大果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要套蛋 因為它開始慢慢會散發香氣 去吸引果實雲過來 這顆就是我們現在中果期的釋迦 那中果期怎麼判斷 就是說在我們授粉過後 大概70天左右 它就會開始進入大果期 那在大果期之前 我們就必須要把它套上那個 蔬果網跟紙袋 讓它保護它 那中果期之後呢 就是它的果皮已經轉成深綠色 那這樣就是我們判斷 然後大概是拳頭大小 就是我們要開始做套蛋這個動作 30多歲的李俊怡 是台東縣泰馬里泰河村的客家人 從小就在這個太平洋兵的 世家園裡長大 直到讀高中以前 每天放學後 都要趕著回家幫忙農事 對世家有著又愛又恨的糾葛 一放學沒什麼好說 就是直接要先到了世家園 或是說回到家的時候 家裡前面是滿滿的世家 等著我們去分級包裝 所以務農是從小開始 就一直都在務農 真的沒有辦法說 用喜歡或不喜歡去敘述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喜歡它 可是它就是我從小看到大 在做什麼事情 你說你很喜歡它 可是它就很苦啊 所以這是一個複雜的情緒 面對世家 所以沒辦法說 簡單說用喜歡或不喜歡 又愛又恨 泰馬里原名叫大貓梨 是排灣族語中 太陽照耀的肥沃土地的意思 早期台東以柑橘鳳梨為主要作物 但因為生產過剩 以及黃龍病肆虐一蹶不振 1977年以後 農民發現改良世家的種植方式 加上黑潮暖流的潤澤 讓這個原產於中南美洲 約在康熙年間傳入台灣的作物 成為台東農業的救星 泰馬里一千多公頃的稻田 幾乎都改種世家 但今年世家樹卻顯得有些破落 不似往年來的生氣蓬勃 這邊是鳳梨世家 這個是鳳梨世家 國形跟大木世家有點不太一樣 尖尖刺刺 這個時節來說 這個鳳梨世家樹應該是要 葉子是很茂盛 然後很大片很黑 但是可以看到這邊很多都已經殘破了 這個也就是我們今年很特別 經歷了三個颱風 然後葉片都被打破這樣 不過質體健康它慢慢慢慢就會發出新葉來 拿去捏補這個果樹上面的葉片樹了不足 現在要把那個世家Baby的附近的多餘的枝葉要把它清蓋 因為現在開始東北季風開始來了 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這個枝葉就開始被吹動 吹動的時候這個葉片就很有可能去打到這個世家的小果 打到小果之後它的果皮就會受損 那邁向就不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世家周圍的 會有可能打到它的葉子都把它清開來 去保護這個世家可以安全地度過這個冬天 世家原為夏季果實 台東農民利用撿織技術 成功地讓世家在冬季結果 一年兩貨讓農民收入更穩定 離鄉求學是泰馬里孩子必經的過程 之後就在外就業浮沉 李俊怡也是這樣 直到29歲那年 莫拉克颱風重創泰馬里 家裡的世家園被摧殘得不知如何重建 看著似乎瞬間老十歲的父母親 他決定放下外頭的生活 回到家鄉幫父親管理世家園 98年的爸爸風災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家也是受災戶 爸爸媽媽兩個人就獨自在面對這種復更 還有徵收這種很冗長 因為徵收土地對來本來講是 就像心頭一塊肉被要帶走一樣 其實是很掙扎很痛苦 他們瞬間老了很多 心裡就有這樣默默地決定說要 準備結束台北的工作要回來 回鄉第一年 李俊怡先是跟著父親使用 慣性農法管理世家園 後來跟他一起回來的太太 陳怡英懷孕了 為了母子健康 第二年她就決定轉做 不噴除草劑的草生栽培 想盡兩甲的果園雜草叢生 有些甚至到達一公尺的高度 讓人寸步難行 小時候最喜歡就到世家園遊 去找一些動物 像蜥蜴 或是有一些蟋蟀蜻蜓蝴蝶蜜蜂 但是後來慢慢發現蜜蜂 在果園裡面消失了 蝴蝶也沒有蜜圓的植物 牠也不來了 更不要說一些蟋蟀蜥蜴這些 這些都很少看見 自己獨立管理的第一年 採下來第一顆世家 想要趕快拿回家給太太吃的時候 心裡就有點遲疑了 因為會想說 這個才剛噴灑農藥不久 那這個農藥代謝完了沒 如果還沒那太太吃下去 那時候太太剛好又還有寶寶 那這樣對寶寶會不會不好 這個是一個很強很強的信念說 更堅持說我應該不要再這麼 就是改變比較友善健康一點的方式來種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剛開始草生栽培的時候 整個國裡面的狀況是真的是不好 害蟲增加了很多 那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要面對這樣子的轉變 還要不要堅持 再來對外來講 不管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乃至於周遭的田邊 或是其他的農友 都會認為我這樣子是完全不可行的 而且根本是瘋子 你去做一件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事情 你是瘋子 甚至有的指責我鼻子指責都有 就是說你不應該這樣子 你這樣子是亂搞 你這樣子沒有辦法收成 你這樣子會沒有收入 李俊怡亂七八糟的果園 引來許多老農的不安 紛紛用嘲笑與善罵施壓 但就算父親都氣到不太跟他說話 他仍然堅持 而且這幾年他還結合一群 同樣用友善耕種理念回鄉的青農 努力的想成為永續農業的新興力量 對 這麼晚的很熱了耶 不休息喔 種一種啊 剛剛都死掉了 種住喔 對啊 喔 死很多耶喔 對啊 尼伯特弄的嗎 尼伯特啊 莫蘭蒂啊 所有蜘蛛看到沒有死的也慢慢在死啊 你看 所以現在有苗要有空有時間就來種一些 種一些啊 你看 不會啦 這大概三到四年了全部都倒了 哇 你這一區很嚴重耶喔 這個像養小孩一樣 不要給他太舒適的環境 慈母多敗兒 今年三十八歲的王仲禮 五年前放棄台北的業務工作 回鄉接手家裡的世家園 完全新手的他 只能跟著家人用盥形農法種植 認識李俊怡後 決定跟他學習轉型 今年的颱風 讓他見識到老天爺的威力 我一百年回來 今年算是第五年 第一次碰到這麼 這麼嚴重的災損 那 所以今年等於說我們整個 因為世家是兩收 就是夏天跟冬天 等於說我們夏天完全就泡糖沒有收過 再來是果樹死的死 然後 你要復根要再重新 重新育苗要種苗 那大概還要花到三到四年時間 才有辦法再收成 跟做方式其實是回來的 第二年開始才有做草生 因為 也都看啊 其他像我園區隔壁 然後去觀摩別人的園區 俊怡是我們 同一個世家產銷班的班員 到他的園裡面就覺得 感覺就是心裡很放鬆很舒服 一片綠油油的 他被嘲笑也是就是 隔壁鄰居啦 我們國人大部分都是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可能是隔壁田的 看看他的那個草啊 可能已經長得比世家樹還高 甚至有聽說 有人經過他的園 就在那邊聊天想說 這塊園是要修根還是荒廢了嗎 怎麼都沒有人在管理 這些二代青農與老一輩的爭議點 其實就在收成上 面對老天爺的臉色 農民大多認命 唯一有把握的 就是勤勞地灌溉施肥 處理雜草 向老天爺多正點收成 王仲禮等等青農也知道 但永續耕種同樣重要 所以他們選擇 用不同的妥協方式來面對 好 喂啊 喂啊 那個草中間 蜘蛛都沒有在除嗎 沒有辦法 工人都不來啊 最近可能要開始打一些果實 或者是修一些那個 浪費的枝條 把它用乾淨 你媽媽會幫忙做嗎 對啊 早上的時候會來一下子啊 你說一下那個小雜婆 你媽媽 你媽媽會念你嗎 我很討厭啊 可是 就不做啊 不然怎麼樣 跟我媽媽一樣啊 沒辦法啊 你不流潮的話 最近那個 氣候變化太大 真的也沒有辦法啊 對啊 志偉啊 是我們 產銷班的 他算是 我們那個 世家班的學長啦 因為他入行 已經 快十年了吧 那我才五年 其實他找草生 他是 有到農開場去上課 我是 其實是受他們影響 然後 會去看 然後之前我爸 放的區域給我做 並沒有現在那麼大 可是他 他給我 我自己的區域 我全部都是草 然後他的區域就是很乾淨 他所有乾淨就是 塑草器 全部把草都殺光光 可以看得到 土壤的顏色 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跟我外公一起做啦 然後他們那時候其實是 沒有所有的草生栽培 才有個關聯 嘗試 中間會跟家庭有一些摩擦啦 所以 也 也不知道說 但是到最後可以慢慢妥協啦 家裡面這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滿討厭草 他們認為草會 會 會吸收 那個 植物的營養 然後會讓你的肥分減少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平衡的地方 就是我們會把一些 比較 比較高一點的草稍會打平一點 讓他們比較好工作這樣子 青農間一個接著一個的影響 為了可以加強彼此的合作 三年前太馬里的青農 成立自己的產銷班 強調的便是不同的栽培理念 做給老一輩的看 我們的觀念有時候 沒有辦法影響到他們 我想說我們就自己成立一班 然後由我們真的小小的 來慢慢影響到外面這樣 我們就只是想說 我們要種出一個安心的水果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有很努力的在做 然後我們年輕人不是在亂 就是在 在玩啊 不亂用啊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 都不除草好像很懶惰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有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的一些目標跟那個 要前進的點啊 太陽西下 本是農人該回家休息的時刻 但一個多月來 因為風災的破壞 王仲里只能用勞力加倍補回 他忙著穿梭果園 尋天灌溉 而立冬過後 日照時間越來越短 他使用照燈 分區管理 延長日照 增加世家的收成 這個燈主要原因就是 補足日照的不足啦 就是可能現在冬天 因為冬天到了 它日照比較短 所以我們用燈去補足它那個時間 然後再來是我們可以 就是調整我們的收成 以跟座範圍大 你可能沒有辦法在同時間 做收成的動作 那你就必須要用那個照燈 然後來調節它那個收成 平均來講大概就是 就是太陽下山之後 會多照三到四個小時 所以你可能照的時間 大概是四個月到四個半月之間 2016年10月底 世家樹上再度重新綻放的小花 像是回報農夫的努力 李俊宜欣慰地在果園採花 準備重要的授粉工作 我現在在做的這個動作就是採花 因為我們把這個成熟的花 採下來 這邊剛好看到有三種 不一樣的花的時期 這個是小花時期它還沒有成熟 那我現在摘下來這個 就是已經成熟了 那我們把它採下來 明天做採集花粉 然後準備授粉 這邊看到這一朵 這個已經是今天早上授粉過了 那看到這裡面的柱頭 已經授粉完成 授粉之後 我們會把一個花瓣折掉 作為記號 表示我們授粉過了 那明天的這個時候 來看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花瓣已經乾掉 那再隔一天 這個花瓣就會退下來 然後就會結成一個小果 這個就是施加初期結果的過程 今年我們尼泊特之後 其實就已經算是枕枝過一遍 然後它就會陸續開始開花 但是原本預計授粉的時間 大概就是在八月到九月這段時間 可是這三個月 這兩個月來了三個颱風 所以原本我們花苞這邊 牙會帶著花苞長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授粉 但是因為強風 然後摧壞了這些新牙跟花苞 導致於說我們今年這一期 能夠授粉的量就大幅下降 至少大概有一半以上 雖然產量折損近半 但因為草生栽培 李俊怡的施加樹沒有被颱風吹倒 走在生機盎然的園子裡 轉型所面對的壓力 終於有了解脫 李俊怡的父親李定家 在太馬裡種植了三十多年的施加 是頗有名望的施加農 他對李俊怡的種法極不諒解 甚至介意到不肯走進 曼草叢生的施加園 直到這一兩年 李俊怡有了些成績 他才偶爾會拉下臉來 看看兒子的工作近況 今年就想說先求有 先求有藥 因為他 他會漏掉一顆 兩顆他會漏掉一顆的機率很高 先求有 這個 像這樣的一定都長不大 對啊 這個居然 像小麻痺症 一年多沒有噴藥 噴 不敢跟你講 能夠不用噴就不用噴 不一定要噴藥 有磨病再噴藥就好了 你就是藥包之前 灑一次藥 然後就是 再來就是一個多月了 到採收一個多月 一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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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半月之兩個月 都不用灑藥了 還是你有來叫他全部死掉 他不開心就死了 看他死掉都是有雞子啊 那個 草是農民的敵人 你把他當朋友 草的話還可以吧 就讓他 就這樣嘛 這樣就 他也不會說長得太茂密 你要在田裡這邊施作 要不方便這樣就可以了 這種方法就是電腦傳統 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爸爸就像多了一個 就像以前一樣 多了一個小跟班小幫手 以前我是就跟著爸爸的旁邊 然後幫他拿拿東西 做做一些小雜事 後來那種感覺又回來了 就是爸爸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就是回到那種 爸爸走在前面 我走在後面當跟班 幫他那種感覺 爸爸給我的果園 我獨立管理的時候 那個果園的轉變很快 就是本來從乾乾淨淨 像公園一樣 突然間草都長出來了 然後都沒除 然後病床害也增加 的時候 爸爸那時候是 跟爸爸的關係 是降到冰點的時候 剛開始是不會接受 因為在果樹觀里的這個SOP裡面 就是沒有這樣子的例子 在這個地區的話 也沒有這樣子的例子 他就是那些改廊廠的那些專員 跟他配合 這也是他的理想 他的理想就是 就這樣嘛 就順著他吧 他高興怎麼做 就怎麼做 我也很好強 就是說 別人越否定 但是我認為是對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想辦法去 證明我的堅持是對的 然後慢慢的第一年不怎麼樣 那第二年 好轉的速度超乎我想像 第二年我已經可以去 去參加那個世家的評鑑比賽 有一些成績之後 爸爸是 一定是還沒有到認同肯定 但是就 就比較沒有 沒有說我這樣做是錯的 一定要有改的 對 對 情況 農務有 在我的面前都會問啊 都會用異樣的眼光在看 你知道嗎 我就直接跟他說 他用做有機在裡面 本來 本來 這個果樹管理 你就有一個領頭養 裡面才會跟啊 知道嗎 做話的時候 先幫他親一親這樣 就是你在做話的時候 就把這個葉子拿掉了 你做話的時候把這個葉子拿掉了 順手你就不會攻嘛 父子倆的個性同樣好強 一個拉不下臉 一個不肯低頭 但在今年的颱風過後 當許多世家樹 不耐強風吹襲倒下 而李俊怡的果樹 卻可以屹立不搖時 父親的眼神 終於透露出 對李俊怡的讚許 好 草生栽培法 就是留下對果園有益的草 現在李俊怡的果園裡 就多了好幾種 以前阿嬤媽媽都會採來吃的野菜 沒有對除草劑的顧慮 依然可以現採現吃 我在採這個是龍葵 然後緬南語 台語叫做黑丁菜 這是小時候 小時候吃到現在都還在吃 反正只要進入冬天的時候 秋冬開始它就會慢慢生長 從阿嬤開始到媽媽 到冬天的時候都會採這個當芹菜 這樣 其實就是採 把嫩葉的部分採下來 就是嫩葉的部分 然後已經結果了就不行了 就是要在嫩葉的部分 然後還沒結果之前 要把它採下來 我來講 以我來講 印象最深刻就是煮泡麵 常常我們在以前 爸爸媽媽很農房的時候 然後就是這個加上泡麵 就解決一餐 然後很快就煮好了 然後大家很快就吃完了 這個跟泡麵真的是很搭 意外的搭 到現在我們都還會這樣子 好 阿嬤,我踩到那裡 欸 不錯啊 我踩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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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開始長了 天氣冷 對啊 阿這個 今天 涼涼的 來煮那個 煮麻油蛋 湯 可以那個 天氣很冷啊 今天 好啊 好不好 給你 你弄得比較嫩 欸我都踩很嫩的 我沒有踩很多回來再挑一次 才弄得很乾淨 這個菜啊 這個菜啊 它是比較含 所以大部分在料理的時候都會加 加 老人家說它會排毒 對 你 譬如說 偶爾吃一下 可以把你體內的那些 比較不好的東西可以排掉 對 這碗比較沒有這麼精緻 阿媽就是 比較簡單 它這個是後來自己家裡拿 把它這樣 你光是直接把那個蛋加下去 就吃不到那個蛋香 那你有麻油給它煎過的話 這個蛋會比較香 就 加一點點酒提味一下 就罷工到錢 好 OK 晚餐時光是一家人的歡樂時光 當然不能只靠泡麵打發 李俊怡帶回一大袋的烈菜 就透過母親的好手藝 做出一道 從阿嬤時代 就吃到現在的家傳好菜 這是什麼菜啊 這個菜是 龍葵 對 我等一下才 這個 從 變廳時的阿嬤都很愛吃 到阿公也愛吃 我也很愛吃 阿問你 你有沒有很愛吃 你有沒有很愛吃 你弄得不好吃 你弄得不好吃 很好吃啦 很好吃啦 吃那個很健康耶 很健康 還有阿嬤都會去採很多的菜 因為 爸爸是 老師父嘛 他也是我們這個 去 眾世家 的 的 的先鋒 然後 管理的計算都是佼佼的 他回來 回來之後 我就想要改變了 對 剛開始爸爸就 是被他能夠接受 所以 所以 一陣子我們 都還是一起吃飯 可能就沒那麼熱絡這樣子 沒有 就臉色不好而已 因為 那 不合 不合我們 川普的作法 所以現在 有比較認同白一點 對 稍微啦 瓜哥白一點 阿公在講 我已經聽不出來 我聽不出來 要不要吃一點 要不要再吃一點 更好吃 你看 你看 大家麻煩你 我加這隻好了 嗯 這個 這隻 還沒有拍到 還沒 還沒 先拿出來啊 不要 你再幫你加一口 這餐吃得很溫馨 但李俊怡的心裡 仍然掛記著世家 因為白天採下來的世家花 要趕快處理 趁著吃飽飯 天還沒全黑的一刻 他趕緊將花蕊取出 雌熊蕊經過一夜的熟成 第二天才有足夠的量 進行授粉 就是昨天採下來之後 那時候 昨天是 雌蕊先成熟 那現在換 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現在換 雄蕊成熟了 那我們現在要把 雄蕊的花粉取下來 然後到天裡去授粉 授給這個 成熟的雌蕊 就是這樣一個循環 現在呢 就是要先拿這個塞子 準備過塞 把熊蕊取出 稍微搖晃一下 上下左右搖晃一下 那個熊蕊就取出來了 好 現在呢 我就要把熊蕊放進我的吸管裡 準備去授粉 準備去授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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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 花了五年 我們台東農開展花了五年 所 在有機果園的一個整個 整個 整個 栽培的管理 措施和策略 所研發的一個成果 那這裡面 很多跟你現在正在做的 很有相關 很重要 就是 生物多樣性 跟生態系統的一個 一個建構 熱騰騰的 對啊 那幾天才剛印刷出來 特地趕快送過來給你參考 這個蜘蛛 原理好像有看過耶 長得很像耶 這是什麼蜘蛛 我相信你這個地方 做這樣的栽培模式一定有 我們這裡有比較深入的研究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來講 很少人看到它的特寫 你看 它叫做長幽馬豬 這是它 它有很特殊的特徵 那其實很重要 就是地上會結網 所以它是屬於結網捕食型 跟遊走獵捕型 所以它是我們的大異蟲 就對了 它會幫我們吃掉海蟲 有它的存在 我相信 它在整個果園的生態系統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蜘蛛類本來就是 在自然界抑制昆蟲的族群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有天敵角色的 轉做友善耕座之後 雖然有不少反對的聲浪 但李俊宜也得到 來自農改廠相關部門的支持 不僅果園的生態 成為農改廠研究的對象 事實上這樣的草生栽培方式 更與農改廠的理念不謀而合 我們會知道 俊宜是之前有一個 我們每年都會辦 凡里子和鳳梨世家的評鑑 然後就是來到俊宜這塊田的時候 發現非常的不一樣 才知道說 它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管理 然後去看看說 是不是透過這種 不同的管理草的方法 可以讓它的鳳梨世家 比較不會發生落果 這樣一個所謂草生栽培 或是這樣一個環境的特色 降雨的強降雨的時候 它可以做到一個相當好的緩衝 另外就是在夏季的時候 高溫的時候 地貝層也是一個緩衝的作用 它就好像一個隔溫層一樣 其實一個颱風過後 強降雨好幾天 然後過後一定是 忽然先出大太陽 如果我們沒有草生栽培 事實上田裡的水 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消掉 颱風過後 田裡還擠著水 大太陽來 那個水就好像是溫水一樣 根泡在溫水裡面 是非常傷害的 第一個根沒辦法呼吸 第二個又熱 它殼就會爛掉 而快死 有草生栽培 這一件事情 就可以避免掉很多 對像這次 尼伯特的風災很大 那 雖然果園都是在種災區 然後看看四周的果園 其實斷枝倒伏的情況很嚴重 但是我的果園 它可以樹上連一片葉子都沒有 就是都被搶風吹掉 但是它的樹是 只點點的站在那邊 距離這邊的情況很有可能 是因為它的比較低度管理 所以它的植株的根 扎得比較深 因為它給它肥料不吃很充分 所以植物必須自己去找 找吃的找養分 根扎得深 當然抗風性就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現在大家看我這樣子的管理方式 通常絕大多數都還是不認同 那這個研究出來的數據 就可以很充分的結合成果 去告訴這個區域裡面 相同作物的農民 甚至其他作物的農民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管理果園 兼顧生態也不會 就不要為了生產去犧牲了生態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 我一直以來的想法 理念初衷 現在做的動作就叫環境遺漲 那你做一年多 基本上已經有一個出貨的成效 農改場與農民的結合 更有助於草生栽培的推廣 不只是針對世家果樹 甚至也可以推廣到其他作物上 多久 那裡有個爽生栽培的 那裡有種物 居然會有不同 對的 好 嗨,孫子哥 來啦,來啦 找我 想要請你幫我看一下 紅龍果園裡面的那個草 草 不錯耶 長很多啦,很高啦 對啊 有些還蠻茂密 很多種了 走 我們去看看 不錯 生態越來越豐富了 這邊還有野菜 你看 還有春象 這個是春象高的 這個是野菜 是獻菜的 還有山蠔瓜 嗯 不錯啊 越來越茂密了 在這之前呢 我們跟其他農民一樣 是做黑網 壓在這個草上面的 那用黑網的話 它就比較不利於 我們的作物在生長 因為黑色的嘛 它會吸熱 對我們的作物 都會有影響的 那我們現在用草生的方式 它比較好 它就像我們人 出門會上防曬一樣 它也可以取代黑網 就是它多了一層防護罩 那草的溫度呢 它雖然會吃到一些肥份 不過你過多的雨水 或者是陽光下來 拿到土壤上的時候 如果你都沒有草的時候 那個溫度很高 都會影響我們的作物生長 那作物都有可能 有比較可能曬出那個曬病 二十八歲的詹綺萱 四年前回鄉協助父母種植 釋加於火龍果 受了李俊怡的鼓勵 這兩年他把火龍果 轉作草生栽培 李俊怡常來告訴他一些草的知識 牛津草 牛津草 它的根會越來越壯大 而且它又長很高 稍微影響到你們的火龍果 這個拔完之後啊 去土之後 記得要把它的根翻起來喔 不然如果放著它 又接觸土地的話 它接觸泥土的它又會繼續長 所以一定要這樣 哦 原來 曬著太陽 這個不好的草 我們就把它拔掉 局部的清除草 有好的理想的時候 有人帶頭做會跟著被影響 因為大家會有一個求好 好要更好的形態 因為這樣才能傳承 我在他們身上就是 想要做什麼 你就是先做就對了 先去努力 那你自己去努力了以後 再去寫找需要的資源 對 因為我覺得 他們是同步在進行 不是在等待資源的 這種不受控制 會讓我們的影響很大 就是等真的是 浪費時間的事情 所以乾脆就跟著做 跟著找 雖然轉型不久 但火龍果已經有了轉變 不但火龍果可以現採現吃 火龍果花還可以煮成湯喝 這是詹綺瑄 覺得很驕傲的地方 來煮湯 然後做清朝動作 它吃起來就像秋葵一樣 它裡面的那年叢 李俊宜今年準備擴大耕地 他成租受到八八風災 肆虐的復耕地 樹還沒種就先種草 還很用心的種 因為他要挑戰更困難的 有機種植方式 這個是有機肥 有機質的肥料 其實樹它主要吸收養分的根系 是它的細根群 細根群是比較外圍 所以就會倒在比較外圍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釉根 導引這個細根群往外面 更往外一點來拓展 其實因為這邊啊 這邊也是八八風災之後的復耕地 然後它這邊的地質 全部都是沙子跟石頭 幾乎沒有泥土 就變成說這邊的土壤環境 我都要重建 為了要讓它這邊的草象 趕快建構起來 甚至我還撒了那個大豆肥 就是黃豆 那撒在這邊的用意就是說 讓四周圍的鳥 都可以來在這邊 然後吃了黃豆 然後也留下更多 不一樣的草籽在這邊 或是樹籽 然後可以很快的 讓這邊的草象的豐富程度 建構起來 又加上這邊的環境 市面這邊都是原始林 然後剛好這樣子的條件之下 很適合來做做看有機 所以就決定 再挑戰更難的種植方法看看 如果這麼困難的方法 都可以讓產量受到影響的程度 降到最低 如果這樣都成功了 更能夠去說服大家說 在生產的同時 不要去傷害這個環境 面對友善耕作 李俊宜越來越有信心 除了自己願意做之外 同才間彼此動腦 替農產家職找方法 也是讓他們可以往前走的 最佳動力 孫杏宜越來越有信心 其他人會去找擺 我現在直接要派 我來什麼東西 洪力壽食物 你吃飯糰 色在小飯糰 色香餡 不是這樣嗎 好嗎 試看看 裡面的包子就是洪力 上面呢 上面用的是 剩餘大哥他種的南瓜 抹的粉 然後去做沙拉 南瓜美乃滋 這什麼口味的 南瓜的 跟我們一樣 那美乃滋的味道 味道很特別 還滿好吃的 這就甜甜的醬子而已 它應該不會太多的油脂 口感很奇怪 好特別喔 就是這種很特別的感覺 它有淡淡的口香味 很不錯 酸酸的嗎 有點微酸 有點酸 有點酸 那應該很清爽喔 滿清爽 有下力 兩黃瓜 有一點些奶油 有一點點 然後吃兩黃瓜 然後吃兩黃瓜 那你才會吃一片飽 拉拉啦 拉拉就常常會 常常會找我們來 他說啊 他比較喜歡找我們在地的食材 去做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料理 他都會找我們來 吃吃看 你看他在講話 他就知道他不像小妹妹農夫 好像我們像小弟弟一樣 聽他使喚吃他的東西 我想要做可以協助農夫的 協農的工作 因為大家現在都知道 就是食農機是很重要 就是要從在地做起 如果你的產地的東西 都可以直接散得了你的餐桌的話 其實我想銷售就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從作物到食物 產業就從一級升為二級 李俊宜和詹綺瑄等回鄉親農 認真討論 盡量提出可以落實的意見 他們正一點一滴的建構 這片土地的未來 你看看 這是芒草心 這一點甜甜喔 是從這裡吃到這裡喔 這個是Bobby小時候 以為這個是像甘蔗一樣 很大顆像甘蔗一樣 Bobby以為它是甘蔗 以為它會甜甜的 好 這給你 這給你 這給你拿 你先吃看 搖 Honey 搖 寶寶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不好吃的味道 你說咧 不好吃的味道 小時候傻傻 因為這邊沒有人種甘蔗 可是它長得又很像甘蔗 誤認它是甘蔗 結果 結果把它拿下來吃 還真的有那麼一點甘蔗的味道 還就覺得好像是甘蔗 怕這樣很意外地去發現 這些東西其實可以陪伴我長大 當然也希望說我的小孩 也跟我一樣有相同的這個 土地聯繫一代又一代的情感 它呼喊遊子歸鄉 太馬里的果農 用草替大地之母灼上新衣 是一種謝恩 是一種期許 儘管改變之路不容易走 但大地對人民的回饋 往往更值得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堅持很簡單就是我認為 這樣是對的 是好的 那我該堅持 當然還有對世家的情感吧 我覺得 因為也真的是沒有辦法割捨他們 因為從小看到他們看到大 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 長期的目標就是真的是希望說 大家對食物的態度的選擇的轉變 然後可以影響到我們農夫們生產的方法 就是一個很正向的循環 未來 雖然這個路還沒有 民視聴avil 和聲音聽 為了解 訪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